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遼望 我是郭重倫 維持現狀一直是蔡英文政府最高的一個處理兩岸政策的原則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台下政治系的教授佐政東教授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維持現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佐教授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先請教你 就是蔡英文總統一直在上台以後談到維持現狀政策 裡面有兩個要點 就是一個是願意維持善意不變跟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是表示說希望能夠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 承諾不變是他並沒有說就是會維持九二共識 而是說尊重九二共識的事實 那現在他這樣子說大陸為什麼不能夠接受這樣的說法 而認為這是一個沒有完成的答卷 那現在希望他能夠再補上什麼東西 不夠什麼東西呢 我想我們不太能夠真的了解北京當局的思維 但是我們可以從一些說法上得到一些線索 大概有兩種說法 在當時根據當時的一個報導主要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就認為說 因為蔡總統所提到四個政治基礎 其中一個談到九二的會談的歷史事實 以及雙方達成了若干的共同認知 那麼大陸希望能夠了解到說 希望蔡總統能夠說出來說什麼是雙方的共同認知 這個也就是用白話的言講 也就是所謂的求同存異 那麼雙方的同在哪裡 跟這個相關就是關於蔡總統提到 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關係 那麼可是這句話在北京有一些人的說法裡頭認為 他並沒有說到兩岸關係的性質 只說要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關係 所以這兩個部分是所謂未完成的答卷裡頭 那北京當局可能希望看到的部分 這是在2016年的情況 我們直接了讓講 是不是這牽涉到他嘴巴裡面一直沒有提到一個中國這幾個字 但是對於北京來講這是他很在意的部分 是不是如此 我想是這樣子的 可是也有人說 就是說他在選舉的時候就沒有提一個中國 他那個時候也沒有提九二共識 他後來還是得了六百多萬票 那因為這樣子他在選後不能夠馬上就改口 那他也企圖在選後經過比如自由時報的專訪 或者是他的就職的一個演說 盡量希望往大陸的立場接近 但是大陸還是不能夠接受 這是為什麼呢 我想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他在選後的那個講法裡頭 他其實就提到我們剛才 我剛才談到那個所謂四個政治基礎 那的確他有一些說法上 其實大陸是認為是虛 在就職演說裡頭認為仍然不夠的 可是我想 因為您剛剛您也提到就是說 是不是在事後的一些發展 讓大陸覺得他沒有完成答卷 我想除了講到一個中國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像說在訪問巴拿馬的時候 他談他寫下了President of Taiwan 那麼這個事情當時大陸其實沒有強烈的回應 但是這個變成是會影響到雙方的一個互信的基礎 在剛開始雙方要建立互信的過程裡頭 再來一個就是7月 大陸觀光客在台灣有嚴重的死傷 那一次的車禍 遊覽車的車禍 那麼蔡總統完全沒有做任何的一個哀悼的一個表示 這樣子是對蔡總統來說 可以說完全沒有成本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沒有做 我想這些事情都會影響到雙方的互信 所以包括蔡總統自己也在2016年9月的時候 有承認說他認為在他就職之後的那段時間 雙方的互動是不錯的 那麼所以問題就出在為什麼在他就職之後的這段 就職之後一直到他講這句話 也就是2016年9月的時候 雙方的關係出現了一個變化 那很顯然就要去回顧那段時間的一些雙方的互動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部分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要以兩岸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 那麼他自己沒有說出一個中國 可是他在處理兩岸關係事務的這些人 其實是可以說這些事情 那當然後來他有說了 那後來比如像是2017年初 有提到就是兩岸是不是兩岸關係 就是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 他當然沒有講出來說兩岸關係不是國一國關係 但我認為在2017年初的那個事情 又有一些新的變化 因為在那個時候 剛好經過了蔡英文總統跟川普的一個通話 所以使得大陸在這方面提高了警覺 所以那個氛圍 等於就是說 英文有一句話叫 Sis the moment 我認為蔡總統很可惜的是 他沒有在就職之後 Sis the moment 我想進一步跟你問 因為 我們看到在11月底 12月初的時候 然後其實大陸也釋放出某一些比較友善的訊息 我們看到周志淮在當時桂林的一個會上面 特別還提到希望兩岸授權智庫能夠互相接觸 甚至不排除有所謂新共識的產生 可是會議結束就傳來川普跟蔡英文總統通電話的消息 這個對大陸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情勢的逆轉 因為對他們來講 如果美國在後面真的有這樣子的態度的轉變的話 那單單跟台灣之間的如果要逐步恢復互信 或者要重新的來逐步接近 是絕對絕對不夠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或者說我這樣問 你覺得大陸一直到2016年的川普跟蔡英文通話之前 是不是也有一些跡象 大陸也可能在尋找別的可能性呢 我認為大陸一直不排除有別的可能性 早在2012年的時候 大陸就有 我想美國有一些人傳話就提到了說 北京是有可能接受九二共識以外的共識 只要這個共識能夠體現一個中國原則 我想這個是大陸一直以來的立場 這個不是陰謀這是陽謀 就是很公開的說法 但是您剛剛講的就是說川普的這件事情 的確帶來了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想今天在台灣 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是民進黨 我想大家都很樂見台灣跟美國關係提升 但是問題是在於說 在這個事情的處理上 我們當時面臨到的是一個川普 他公開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也就是這一通電話 他結合了他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說法 所以使得這一通電話 在北京來講 他的忍受度就大幅的下降 那當然雙方在也就是說海峽兩岸 也沒有一個有效的溝通管道 去為這件事情打預防針 所以自然而然我們看到當年就馬上就 北京就拿走我們一個邦交國 我想就馬上展現了 盛多美 普林西部 是的 沒有錯 就是馬上展現了他的一個防衛的姿態 所以我想我認為北京一直對見之前就是很長一段時間對蔡英文總統 是有期待的 但是在川蔡通話之後的這個氛圍底下 我認為那個雙方的氣氛是改變了 到了去年國慶的時候 蔡總統的一個說法有稍微做了一些微調 除了前面講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 又提到他說不會在壓力之下屈服 也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為什麼又加上這兩個部分 你覺得 您說就是不會兩個不會 兩個不會 對 我想當然他應該也是感受到 就是國內特別是民進黨傳統支持者 對他政策的一個不滿 那所以說他必須要有一些比較強硬的姿態 包括在2016年9月 他最早這一句話 這個台詞最早是出現在2016年9月 當時沒有參加我們沒有辦法在如三年以前 就是在2013年一樣 出席ICAO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說了要對抗中國 那個時候他第一次就是在就職以後 第一次使用中國這個詞彙 當時候我們就看他經常性的使用了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他要面對民進黨內的支持群眾 他採取的一些姿態 但是我認為這個也符合他過去的一個思維 也就是說他在應對中國來講 他的一向他的一個基調 就是忍耐跟克制 那麼這個忍耐跟克制 當然就會在某些時候 他要展現出他的強硬 才會讓對方了解到說 我之前一直在忍耐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 就是也不偏離他一貫以來的基調 當然蔡總統這兩年以來 一方面前面是跟中國大陸他要表現出他的政策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在這一次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也有一些人真正已經形成組織了 在民進黨內部是在反對他 也不會在民進黨內部 他們現在都脫離民進黨 但是屬於綠的陣營裡面 包括喜樂島政團 包括一邊一國 這個是是不是對於蔡總統來講 真的能夠是構成了一個對他說法的挑戰 那這個說法在民進黨裡面 是不是還能維持最大程度的一個共識 還是說對他來講 他也會擔心這個所謂維持現狀 會碰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批評 我想的確是 當然我自己的看法是認為是這樣 就是說喜樂島以及泛律陣營裡頭 主張東奧的公投也好 東奧改名的公投 或者說是喜樂島這個陣營 那這些其實對蔡總統的維持現狀來說 從理性的角度來說是一種槓桿 也就是因為有了這些人 他可以向北京要價說 有這些人 所以你要 所以我的政策還是比較溫和的 所以你要支持我 也可以跟美國要價 當然也可以跟美國要價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他既可以 如果他們成功了 那就是推薦成功 如果他們失敗了 那他壓制他來表達他的反對 那就是一種善意的表達 所以從理性的來看 我認為這個完全是合乎理性的 那但是我覺得我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蔡總統在他的後來的演說裡頭 很少再提到中華民國憲法 那兩岸關係人民條例當然更沒有提 他更多的時候是用了中國跟台灣 包括我們數次被斷交的過程裡頭 他用的以及外交部長使用的都是中國跟台灣 那麼所以我覺得 在有意識無意識之下 他其實在展現他跟這個中華民國體制的一種距離 我覺得這個也是他在跟這一群人保持一種默契 使他們對他還有期待 維持他們對他某種程度的這種期待 這一次的地方選舉當然還有 我們在談的時候大概還有一個禮拜才會開始投票 我最後想請教的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似乎整個局勢是民進黨是小輸跟大輸的一個情況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會讓這會對蔡總統目前的維持現狀的一個政策 產生什麼影響 這裡面有不同的判斷 有的判斷是認為說 這裡面會有檢討 會有了解到為什麼這麼多不滿的聲音 那其中有一大部分也許是來自兩岸政策 所以蔡總統會開始調整 但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不會 他會更堅持 甚至離開了維持現狀的政策 會越來越對大陸強硬 就是強硬的部分會越來越增加 你會怎麼判斷這個事情 我覺得當然看到選舉前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 到底同獨因素在選舉過程裡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會影響到在選後 民進黨內部去檢討這個選舉的結果 當然我認為選舉不到開票 所有的預測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也不見得民進黨一定會大輸 你也看到他已經開始 用統獨對決的這樣子的字眼 在希望能夠動員 民進黨的支持者能夠出來了 所以我原來想說 這個因素可能是他競選連任的時候 才會拿出來 這麼早就拿出來了 這意味著說 他們也認知到這個統獨的議題 對於他們來講還是有利的 是不是這是他慣常的政治上面的直覺 一定會這樣做 那這樣子的話 很可能到了未來的兩年 他仍然會越來越 尋求他的基本的支持者 我想現在要做這個預測其實太早 因為一切都奠基於最後這兩個禮拜 以及選後的一個檢討 但是我覺得大概我們過去的經驗看到 就是當國民黨也是一樣 民進黨也是一樣 當這個黨面臨一個選舉上的重大挫敗的時候 他當然會第一步要是鞏固他基礎的支持者 因為會有重大的挫敗通常是他的支持者離開他了 特別是核心的支持者 所以他一定是會回頭去鞏固他的核心的支持者 那麼同時我們當然也就注意到了統獨的問題 現在在選前開始有一些發酵 特別是在談到所謂中資介入的問題 那麼這種情況我覺得其實對一般的民眾會帶來很普遍的恐懼 其實我認為這對兩岸關係不是一個很正面的發展 那也會對為兩岸關係的在選後的進程帶來一個變數 我們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跟主教授來談的其實是美國因素 尤其是美國對於核位現狀他有他自己特別的定義 現在似乎是比較站在蔡總統這一邊認為他的維持現狀 事實上在兩岸當中是比較符合美國的政策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